第一口馬上就知道 這個就是櫻花蕭炒飯不騙人 說真的我可以每天來吃都不會覺得膩 如果你們是芋頭控的人一定要點起來 你看它的芋頭超大塊 它這個份量真的就是這麼大分 爆炸出來 這個紅豆會讓我想起家鄉味 因為我買下來有很多餅類啊 都是這種紅豆內餡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薯蝦彥琳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新莊四維市場的美食 其實有來逛過四維市場的朋友都知道 這邊從早賣到晚 早餐 中餐 晚餐到宵夜 非常多的美食 這一整條路通通都是攤板 是沒錯 非常熱鬧的一區啦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一整天都待在四維市場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 白天類的美食 從早餐吃到中餐到下午茶點心 然後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拍一集是晚餐跟宵夜的 今天一樣也是幫大家整理了幾家 都是網友們跟在地人推薦的一些美食清單 我們就來幫大家試試看 到底有哪些家的美食呢 是讓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 好那我們就出發去吃美食囉 走吧 第一家我們就先買了這個蔥油烙餅 其實這個蔥油烙餅它一大早就開 那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已經接近中午了 它中午就關了 所以我們就趕緊來買 還好還沒有賣完 然後口味選擇也是還蠻多 我們點的是全顆蛋的 我先咬一口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麵皮 蠻有勁道的感覺 它其實蠻有Q勁的 它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而且它的邊締也是煎得非常的脆 就有點酥香酥脆的 就是酥真的恰恰 嗯 其實說它那個蔥烙餅它的蔥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那個蔥香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但整體口感吃起來 我覺得它的表皮啊 餅皮是非常Q 然後是很恰恰的 而且沒有看到它的蛋是爆漿 應該是算全熟的蛋 然後老闆一樣會問你要不要加辣 我們是沒有加辣的 這個是有加胡椒粉 可是敢吃辣的話也可以加 然後我看到它餐車上面呢 有飲料有豆漿跟奶茶 一律都是15塊的 還不錯喔 接下來第二家呢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早餐店 那你也可以當早餐來吃 也可以當中餐來吃 因為它早上6點半就開了 開到下午2點 剛好我們現在是中餐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當中餐來吃好了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似乘像是 有點像板橋 我們之前介紹那個無名早餐的 無名仙科 對 很像 老闆有說他們的仙科 是來自嘉義東食的 所以也是非常北美大顆欸 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蚵仔的季節 你看它的一顆蚵仔的大小 是還蠻大顆的 而且一看就是非常鮮美的 那它的麵 我剛剛有稍微撈了一下 我覺得它的麵好像是偏比較軟一點點的喔 因為它的醬汁呢 其實在底下要攪拌均勻 先試試看這一家的油麵 我覺得是長輩會喜歡的油麵口感 因為像我個人是喜歡偏有嚼勁Q一點點的 它是偏軟一點點的 試試看肥美的蚵仔 我覺得應該是季節的關係 有比我們之前拍那個無名鵝啊 要更肥美一點 老闆不知道是不是有認出我們還是什麼 它非常的熱情 免費招待了我們它這個油蔥里肌肉 其實夾起來的時候超級軟 我都懷疑它是不是里肌肉啊 因為照理說里肌肉 它是比較柴一點點的對不對 它這個好軟喔 它這個整個這麼像是吃肉羹的那種口 像牙口不好的人真的可以咬得動 它的肉呢幾乎沒有什麼太有纖維感 那種咬勁 它就是真的是綿軟爛的耶 對 它的里肌肉蠻特別的 然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好像真的有被認出來的感覺 你看 這個不是我們點的 是店家招待 他說這是他們即將上市的新品 它有那個油蔥里肌肉嘛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然後有各種的海鮮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海鮮 有蝦子 有蚵仔 然後有小卷對不對 還有半顆乳蛋給你以及青菜 還有一個乳豆腐 所以這樣子吃真的會還蠻薄的 我昨天還沒有吃過這麼嫩的那個里肌肉 因為一般里肌肉會比較乾彩一點 但是不得不說它的鵝是真的蠻大顆的 我覺得老闆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用酸湯 所以吃起來是真的比較不會那種重口味 接下來帶大家吃一家炒飯 其實四圍市場裡面有一家金字塔炒飯 非常的有名 可是它晚上才開 然後剛好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家炒飯 那這一家一樣就是賣炒類的 有各種的炒飯還有炒麵 可惜它沒有內用 所以我們可能要外帶打包 到附近的公園去吃好了 那我們就來點它的炒飯 因為聽說它炒飯很香粒粒分明的 我看到一個櫻花蝦炒飯 我的最愛 好我們就來點菜吧 我外帶了櫻花蝦炒飯 超級的香 欸真的就是傳說中這種粒粒分明的 有沒有 那我就先來試試看喔 真的炒到好乾好乾 然後真的就是可以吃到蜜粒那種粒粒分明的 它這個鍋氣是比較靦腆型的 是在尾孕才會散發出來的 因為可能是它的那個櫻花蝦的香氣 蓋過了那個鍋氣吧 它給的櫻花蝦還不像有一些炒飯啊 一丁點而已 所以它整個香氣喔 第一口馬上就知道 喔這個就是櫻花蝦炒飯不騙人 說真的我可以每天來吃都不會覺得膩 因為它很乾 然後又不油 在地人推薦的果然是厲害 太熱了 今天天氣 剛才吃完炒飯 我整個快渴死 所以趕快我來買這個豆花冰 那這個四維市場裡面有兩家豆花蠻有名的 一個是四維公園豆花 一個是劉家豆花 那我們選劉家豆花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很特別 因為它的那個冰喔 你看是黑糖冰 一球的 如果你們是芋頭控的人一定要點起來 你看它的芋頭超大塊 你知道它已經變主角了你知道 豆花變成是它的配角了 我先來吃吃看它這個黑糖冰 黑糖冰比較耐吃甜而不膩 黑糖冰比較耐吃甜而不膩 因為它的甜會帶有一種黑糖的香氣 所以會蠻喜歡的 綿密又很細緻喔整個口感 芋頭一定要試試看啊 芋頭真的是不手軟 給的非常非常的大塊 豆花已經很綿密了 這個芋頭又更加綿密 它的濃郁度如果一到十分的話呢 我覺得差不多八九份耶 大家有見過的話可以買來試試看 接下來跟你們分享一個下午茶點心 我覺得它還蠻特別的 就是炸刈包 然後是脆皮的喔 菜單選擇主要有分三種 一個是要吃肉肉 一個是不吃肉肉跟沒有很餓 那不吃肉肉呢 應該就是只有菜的部分啦 沒有很餓的話 應該是量沒有那麼多的 我們就點了它這個比較招牌的日式招燒 裡面像是有招燒醬啊 美生菜啊 小黃瓜番茄片 生洋蔥絲跟燒肉 而且加蛋呢 就再加15塊 起司的話再加都10塊錢的 我們會有加蛋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試試看 到底口味如何 買到了我們的炸刈包 超級的香耶 它那個日式招燒醬 跟那個生洋蔥絲的味道超香的 它這個份量真的就是這麼大份耶 爆炸出來 有一些饅頭啊 炸到很油的話 它裡面會有點黃黃 你看它還是蠻白的對不對 它其實表皮炸到有一點顏色 恰恰的顏色 沒有說把油整個滲透進去掛包裡面 所以我覺得整體口感吃起來 不會說到很油膩的 它的饅頭是不稀有的 嗯 洋蔥絲真的是恰到好處 它可以解油膩 其實我已經覺得比漢堡還好吃 因為它的肉搭配就是 叫燒醬汁整個吃起來就是有點鮮香味 然後不會到很乾彩的那種 下次大家有經過四維市場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蠻有創意的 這邊四維活動中心的對面的轉角處 有一個蚵蚵是在地人推薦的 然後它的品項選擇非常多 我們點了炸牛棒 蚵蝶還有韭菜捲 那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什麼 羊肉蝶 啊對對對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吃了蠻多東西 羊肉蝶我們就留給觀眾朋友 自己來試試看好了 因為它這邊是可以內用的 那桌面上會有辣醬 它也是現做現炸的 所以感覺應該是會很脆很脆 而且我發現老闆很貼心 他有先切成四小塊 因為不然真的超級燙會很難吃 我看到蚵蝶裡面好像有很多那個韭菜 這個感覺很像是洋蔥丁的樣子 然後有肉碎 有蚵仔 然後它的粉漿其實沒有裹很厚 這個感覺吃起來皮應該蠻脆的 我先試試看好了 其實那個應該不是洋蔥丁 它應該是高麗菜把它切碎了 我個人喜歡的蚵蝶啊 就是粉漿不要裹太厚 剛好這一家有打中我心欸 這個是整體口感炸起來不會很油膩的那種 我覺得韭菜碰的人會蠻喜歡這個 因為它真的超級的韭菜 而且它韭菜其實沒有什麼調味 只是外面裹一層粉漿拿去炸 就是還蠻清爽的啊我覺得 牛肉的感覺這樣子就可以看得到了 它其實牛肉的量下蠻多的 每一口都可以咬到牛肉絲的味道 如果你們喜歡清爽型的蚵蝶類 這家可能或許你們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整體口感吃起來 到現在我都還不會覺得很油膩感 最後一家小點心了 要來跟大家分享蟹殼黃 它的蟹殼黃口味一共有四種 就是鹹的一種然後三種甜的 老闆說鹹的要先吃 所以我們趕緊來試試看 沒有發現它比較像是那個蔥餅的感覺嗎 最主要是它的蔥花下很多 整個鹹香味有出來 另外我們有買芋頭跟紅豆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紅豆 因為它有做一個紅色的記號 我先剖拌給大家看好了 啊沒錯是紅豆的 哇內餡也是很多欸很綿密對不對 紅豆好好吃 這個紅豆會讓我想起家鄉味 因為我們買下有很多餅類啊 都是這種紅豆內餡的 它有點偏豆沙的甜味啊 跟質地還有口感 整體來說呢 不會覺得到超甜超甜的 最後一個是黑白芝麻做點綴的 我想這個應該是芋頭內餡吧 它的內餡真的是放蠻多的 而且我跟你講它裡面啊 其實可以感受得到它是蠻蓬鬆的 咬起來也是不會覺得說 滿滿的澱粉感 試試看囉 這個芋頭內餡的 它們內餡都好好吃欸 它的每一個甜的內餡啊 是甜而不膩的那種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一吃下去 喔我不想再咬第二口 它這個甜有種魔力 就是會讓你一直想吃的甜欸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新莊四維市場美食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哪些美食呢 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個我就想到那個櫻花蝦炒飯 粒粒分明 對櫻花蝦炒飯真的是粒粒分明 因為你都知道炒飯外帶 最怕就是悶在裡面 它會很油 或是濕氣很重變得很濕軟 它厲害就是厲害在這點 冷掉還是很好吃 對 第二根的豆花 跟我一樣 我也是覺得那個豆花真的是還不錯 它的那個芋頭真的超級綿密 芋頭控的人你會非常喜歡的 因為畢竟它的芋頭給很多 然後再來它的冰是黑糖冰 甜而不膩的那種 然後再來第三個 就是我們剛剛吃到蟹殼黃 我覺得甜的你們可以點 就是芋頭跟紅豆的內餡 因為它內餡其實蠻多 而且重點是一顆15塊 其實以現在物價來講 真的蠻便宜的 然後當然我知道四維市場 它在3點4點以後 甚至到宵夜 還有非常多的美食 我們還沒有分享到 大家不用著急 我們還會做下一集的 因為我已經決定要拍一個 四維市場的宵夜了 好 那我們的這一集就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